8點多 縣議員服務處門口 男子氣急敗壞 狂敲門 鐵門趴得又急又猛 等到有人來一門的時候 男子噼哩啪啦 開始咆哮 縣議員人不再由家人出面 結果敲門的男子爆出口 身上還有9位 警方到場了男子理直氣壯說 縣議員的助理不給面子 縣議員事後PO文抨擊 最難太誇張 而助理更是指控被暴力攻擊 當時原本還有小孩子在場 還好他們已經離席 沒有看到不良行為 服務處被咆哮助理被攻擊的 就是競選連任的嘉義縣議員何子凡 他指控動手的林姓嫌犯 曾經PO文抹黑他 11月就已經提出了告訴警方調查 12月9號的時候 林姓嫌犯參加一場 國小家長會的餐會 當時他和縣議員的助理做同桌 林姓男子說他想要禁酒 卻遭到助理拒絕 結果一氣居下 他就拿了椅子和酒瓶砸人 實在氣不過 才又跑到服務處 要找縣議員來理論 質問為什麼要提告 被攻擊的助理已經到議員驗傷 也提出了傷害告訴 現議員選舉已經結束 但是衍生出來的風波 成了大人嗆聲的刑案 警方持續爭辦 三天新聞廖國雄俊榮嘉義報導